因為近日東部外海對流旺盛 降雨不斷 五號入夜至六號清晨 東部海岸持續大雨 尤其花蓮休林鄉河中路段 雨勢相當大 根據氣象局 資料顯示 二十四小時 累積雨量已達一百四十二毫米 造成蘇花公路臺九線一百六十九 K加九百名隧道受弱時重擊 頂板損壞變形有塌陷之餘 六號上午河人道崇德路段 進行封閉搶修 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南澳公務段 自一百零二年五月六號 上午十點開始封閉河人至崇德路段 以內現場進行搶修工作 如天后狀況許可 預估至一百零二年五月九號 下午五點開放全線通車 記者MULAS 陳天賜 台北市採訪報導